买了2.1公斤的那个猪油板子 换存人民币的话30块钱不到 还是应该比较划算吧 我不太懂 这边我觉得是比较划算的 因为就是波兰的人 他不喜欢吃那些猪的肥肉 还有带骨头的肉 还有像这样的猪油 他们都买人家做好的 自己炸的话就是很少 所以超市这样就比较便宜 大家好我是居进 目前生活在波兰 今天带大家感受一下 波兰的柴米油盐 好久没有自己炸猪油了 上一次炸还是我生宝宝的前 前一个星期吧 就是因为做月子嘛 我妈建议就是用那个猪油 自己炸的那个猪油 然后跟那个糖还有煮鸡蛋吃嘛 是不是很划算 这么一大锅 平时大部分是吃植物油 像橄榄油 花生油 还有油菜子油 我觉得还是要 什么都要补充一点 营养比较均衡 看着我最近有点太瘦了 再过去不要在这里好不好 危险知道吗小宝贝 知不知道 危险你知不知道 好不好 好油啊 自己炸的话就相对麻烦一点 但是也还好 嗯就自己炸一炸 反正刚好有时间 所以就弄一下 还好今天孩子相对来说乖一点 人家还是弄得比较干净的 像那个猪皮都是被取掉的 反正回来的话就是用温水冲一下 然后就可以切一切 然后就开始炸了 他们这边带骨头的肉 像排骨也比较便宜 他们觉得就是有骨头了 就那种就卖的便宜 反正就是鱼也不吃鱼头的 他们去买鱼的话 鱼头也是被被宰了 也也不也不要的 然后他们觉得我吃鱼头 他们就觉得有点 就是说不上了 就是有点不适应的那种 卡斯文你在翻什么垃圾 宝贝 不要弄脏脏 这边切菜的话 都是用这种非常小的刀子 就是没有那种 像中国我们切菜的那种大的刀子 他们都是这种很小很小的 刚开始我觉得这都能切菜 尤其切肉根本就很难用 但是后来时间长了习惯了 反正人少嘛也不切很多菜 就慢慢的磨了 对 我用的是平底锅 是不是看着有点别扭 对 因为我平时的话是用那个炖菜的那个锅 是稍微深一点 但今天忘了就用平底锅也还好 慢慢来 然后就对就弄好了 已经开始出油了 我先把它舀一点 不然等一下太多了就漫出来了 或者是周围就弄建的到处都是油 已经香气扑鼻了 就炼猪油的时候挺香的 就家里人都会说 哇 好香 还以为我在炖什么好吃的 还不错 挺清澈的 越来越香了 好了 炼着油来煮个米 这边的米是这样子嘛 然后 热不热不热不热 练好一碗啊 剩余的再用锅把它装起来 很洁白 凝固了 两公斤 我是居静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 点赞 留言 Bye